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澳大利亚看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引人注目的故事 让您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残酷与无奈 首先 我们将回顾一位名叫Mantana Canferet的女子 她在男友的持续暴力中丧生 这位37岁的女性原本计划前往海外探望父母 却因男友的嫉妒而惨遭不幸 法庭上揭示了这场令人心碎的案件背后的真相 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家庭暴力的影响 接着 我们将转向香港股市的动荡 在中国经济数据疲弱的背景下 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尤其是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企业的股价受到重创 这场股市的波动反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必须保持警惕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最后 我们将聚焦在一起引人注目的失踪案件中 夫妇罗伯特和安妮 吉夫斯被判无罪 未能谋杀失踪少女 安博 海赫 这起案件揭示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冷漠与无情 并引发了公众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脆弱者的深刻反思 这些故事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深刻地反映了当前社会中的种种挑战与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中 曼发纳坦菲瑞特 大家称呼她为Nancy 是一位出色的姐姐 在她的家庭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她原本计划前往海外探望父母 却在一场因嫉妒而引发的悲剧中丧生 她的男友Nathal Tomajant 在一次持续的攻击中打破了浴室的门 对她施以致命的暴力 这一切发生在2022年12月18日 当时Nancy只有37岁 在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的庭审中 Kan Serrett的妹妹悲痛地表示 她从未有机会去探望父母 这让我们感到无比心痛 相反 我们不得不将她的遗体带回泰国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都是无法承受的痛苦 Nancy于2019年 移居澳大利亚 开始了她的学习之旅 并完成了幼儿教育的证书 2022年 她在悉尼的一家泰国餐厅工作时 遇到了她的杀手 Tama Janta 这位29岁的厨师 Tama Janta在上个月 承认了对女友的家庭暴力相关谋杀罪 根据法庭的资料 当晚Nancy所在浴室里 却被Tama Janta打破门进入 继续对她施暴 法官Nato E. Adams 在庭上询问 是否可以认定Nancy试图躲避她 而她却打破了门进入 这对她来说 一定是非常可怕的 事实显示 这对情侣 因为Tama Janta在餐厅 对Nancy的攻击行为 而被解雇 大约在谋杀发生的前一个月 他们在Shell Harbor的 另一家餐厅工作 当时一位女同事 注意到Tama Janta的脾气火爆 Nancy曾告诉她 Tama Janta对她施暴 并在喝酒后 曾经打过她 这些早期的警告信号 似乎都未能改变 最终的悲剧结局 在谋杀当晚 Tama Janta被目击 在工作期间情绪激动 并在下班后 直接从酒瓶中喝酒 Nancy开车将他们送回家 却不知 这将成为她生命的最后一程 检察官Larisa Keo指出 这起谋杀是一场 残忍而持续的攻击 她表示 根据证据推断 这场攻击 持续了约一小时 从邻居在晚上10点左右 听到噪音开始 到Tama Janta在11点04分 发送WhatsApp消息位置 Keo还提到 Nancy的死因 是头部受伤 这必然是由于 相当大的力量造成的 并且 她的前臂上 有多处骨折 这被认为是防御性伤口 这场攻击 在楼上和楼下的 多个房间内发生 Nancy在逃跑的过程中 头发被扯掉 并且Tama Janta 曾经用手掐住她的喉咙 造成她喉咙受伤 和眼睛出现小出血点 法官形容这起谋杀位 相当持续的攻击 并指出 这是在一段嫉妒 和控制的关系中发生的 她提到 Tama Janta 对Nancy的工作表现感到嫉妒 经常因为她服务顾客 而与她争吵 Tama Janta的辩护律师则表示 她的客户在意识到 自己所做的事情后 感到懊悔 她提到 银具听到她呼救 并且她曾打电话给同事 要求救护车 当警方到达时 Tama Janta被发现 跪在Nancy身边 法庭上 Tama Janta被诊断出 患有抑郁症 对于检察官提出的 攻击持续一小时的说法 辩方则要求法官考虑 这场斗争中 暴力的具体时间 法官将于星期三 对Tama Janta进行量刑 并表示她在服刑结束后 可能会被驱逐出境 在受害者影响陈述中 Ken Ferrett的妹妹提到 母亲难以接受 这一毁灭性的损失 甚至 说服自己 我的姐姐仍在悉尼 她说 她的卧室 仍然保持着原样 她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每天都想念她 我不认为 这种感觉会消失 这些令人心碎的家庭故事 让我们不禁反思 家庭暴力的阴影 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 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 需要帮助 请拨打1800 Respect 1800 737 732 寻求支持 与此同时 香港股市 因中国经济数据不佳 而出现了明显的下跌 接近一个月来的低点 这一情况 引发了投资者的抛售潮 尽管美国联邦储备局 即将进入的宽松周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损失 根据最新数据 香港恒生指数 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时 下跌了0.4% 报17296.50点 而科技指数 则下降了0.8% 由于中国大陆市场 因假期而关闭至周二 这使得市场的波动性 进一步加大 作为电子商务巨头的 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股价下跌了1.3% 报81.65港元 竞争对手京东的股价 则下滑了2.5% 报101.70港元 而腾讯的股价 也减少了0.9% 报371.40港元 在电动车领域 BYD 比亚迪 股价下跌了1% 报237.40港元 而中国资源地产的股价 则大幅下跌3.5% 报18.92港元 这一系列的股价变化 反映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国8月份的工业生产 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 均未达到市场预期 房价更是出现了9年来最陡的年降幅 此外 8月份的信贷增长也有所放缓 家庭和企业的需求持续下降 巴克莱的分析师 在周末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这些数据 加剧了对增长动能和信心进一步恶化的担忧 以及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他们认为 令人失望的信贷数据 以及疲弱的内需 可能迫使中国人民银行 很快推出更多的货币宽松措施 但这些措施 不太可能逆转当前的下行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 澳大利亚的S&P ASX200指数上涨了0.4% 而日本和韩国则因假期而休逝 这一切都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市场的未来走向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正如一位投资者所说 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们必须学会灵活应对 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市场中 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 随时关注经济数据的变化 因为这些数据不仅影响股市 也影响着整个经济的走向 在另一场引人注目的案件中 罗伯特和安妮 吉夫斯夫妇被判无罪 未能谋杀失踪的少女 安博 海赫 这起案件的背景 可追溯到20多年前 当时年仅19岁的安博 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和维纳地区的神秘失踪 留下了他五个月大的儿子 这对夫妇 在等待审判的两年中 经历了无数的煎熬 最终在新南威尔士州 最高法院的九州审判后 获得了清白的判决 安博 海赫 是一位智力障碍者 他的失踪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在2002年6月的某个晚上 与吉夫斯夫妇一起离开 前往坎贝尔镇火车站 计划搭乘火车 去看望他病重的父亲 根据吉夫斯夫妇的说法 安博自愿将他的儿子 留在他们的照顾下 然而 安博却从未抵达医院 这让人们对他的命运感到担忧 在审判过程中 检方指控吉夫斯夫妇谋杀安博 以便夺取他的婴儿 然而 吉夫斯夫妇始终坚称自己 没有伤害安博 并且与他的失踪无关 法官朱利亚 朗根 在判决中表示 检方未能证明 两个关键事实 吉夫斯夫妇 是否有共同的动机谋杀安博 以及他们 是否真的在2002年6月5日那天 将安博送到火车站 朗根法官在法庭上指出 安博的短暂生命 充满了动荡和不幸 他曾遭受过信任的人身攻击和虐待 甚至在自己的家庭中 也感到不安全 法官感慨道 这样的感受 一定是多么可怕 几乎没有的证据表明 安博曾经得到他应有的爱和支持 安博是一位脆弱的年轻女性 对人际关系天真无邪 容易受到剥削 她在不同的地方和人之间徘徊 寻找爱与安慰 但始终未能如愿 法官提到 安博在失踪时 仍在寻找那份爱 这一判决 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应 法庭上有人愤怒地冲出 并大声叫喊 安博的家人 则在法庭外流下了眼泪 彼此拥抱安慰 这一幕让人心痛 让人不禁思考安博的遭遇 以及他所经历的痛苦 这起案件 不仅是对吉夫斯夫妇的审判 更是对社会如何对待 弱势群体的深刻反思 安博的故事提醒我们 爱与支持 对于每一个人 都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那些脆弱的人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 关注和资源 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不再孤单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这些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不同 但同样具有情感和社会影响力的事件 这些事件 涉及家庭暴力 经济不确定性 以及司法判决 每一个都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 曼萨娜·凯瑞尔尔的故事 揭示了家庭暴力的残酷现实 她在男友 Nathal Tamadranta的持续攻击中丧生 这是一个由极度和控制欲引发的悲剧 这起事件提醒我们 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来预防和应对 特别是对于那些移居海外 远离家人的女性 她们可能更容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因为她们缺乏社会支持网络 这也提醒我们 应该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教育和宣传 提高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认识 其次 香港股市的波动 反映了中国经济数据疲弱 所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 恒生指数下跌 特别是阿里巴巴和腾讯等 科技巨头的股价下跌 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中国8月份的工业生产 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 均未达到市场预期 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安情绪 这一情况凸显了全球经济的互联性和依赖性 以及经济数据对市场情绪和投资者行为的重大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投资者需要保持警惕 灵活应对 并密切关注经济数据的变化 最后罗伯特和安妮、吉夫斯夫妇的案件 则是一个复杂而引人注目的司法案件 他们被指控谋杀失踪少女 安博、海赫已夺取其婴儿 但最终被判无罪 这一案件揭示了司法系统在处理复杂案件时 所面临的挑战 安博是一位智力障碍者 他的失踪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社会应该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 提供他们所需的爱与支持 法官的判决也表明 检方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 来支持其指控 否则无法成立 这三个事件都提醒我们 无论是家庭暴力、经济波动 还是司法判决 它们都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需要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增强社会支持 并不断努力改善我们的法律和经济体系 以更好地保护每一个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女友被男友持续攻击 并最终被杀的悲剧事件 我们是否应当更加严格地 执行家庭暴力的法律 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护措施 来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 挨压天书 你这提议听起来是好心 但说到严格执法和保护措施 你知道政府的钱包有多紧吗? 再说了 很多人连报警都不报 怎么执法? 大家都把家庭暴力当成家务事 谁愿意插手 琪琪 我知道这钱包问题 但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当法治跟不上社会需求 悲剧就会重演 看秦始皇 法律多严 社会稳定 再看晚清 法律松散 天下大乱 我们需要法律来保护那些无助的受害者 不是吗? 天书 你这可有点拔高了 怎么说到秦始皇了? 你忘了 那可是个专制暴君啊 再说 现代人讲究的是个人自由和隐私 法律在言 也不能到每家每户去监视吧 咱们得靠教育 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 说到教育 这就好比诸葛亮七情梦惑 教育了七次才搞定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等得了这么久吗? 我们不仅需要教育 更需要立即的法律保护 据统计 澳大利亚每年有数千起家庭暴力案件 这不是教育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需要具体的法律措施 你这么一说 听着也有道理 但是 法律保护也未必万无一失啊 你看那些法律条文 复杂得跟《红楼梦》一样 看懂了也是一回事 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还有那个塔玛丹特 他被捕之后 也说自己后悔了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种 马后炮的情况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一周的故事和事件 真是让人五味杂陈 从悉尼的悲剧 到香港股市的震荡 再到一起引人注目的法律案件 让我们一一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来说说 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Nancy 一位在澳大利亚 追梦的泰国女子 却在极度和暴力中 失去了生命 Nancy是家中的宝贝 不仅在学业上表现优异 还在一国他乡 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是 遇上了这么一个暴力男友 Toma Junta 命运却对她如此残酷 不禁让人想问 为什么这些年轻女子 总是被卷入这样的危险关系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家庭暴力不是小事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珍惜 接下来 让我们转到香港股市 最近可谓风雨飘摇 由于中国经济数据疲弱 恒生指数和科技指数双双下跌 哎呀 这可让那些投资者头疼不已 阿里巴巴和腾讯 这些科技巨头 也难逃一劫 股价纷纷下滑 再看看比亚迪和中国资源地产 股价也是一片愁云惨物 谁说投资是稳赚不赔的啊 这下可真是给大家上了一课 市场瞬息万变 投资者们的打起十二分精神 随时应对未知的挑战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 这起令人揪心的法律案件 罗伯特和安妮吉夫斯夫妇 被控谋杀 失踪少女安博海赫 安博是一位智力障碍者 她的失踪让人心痛 这对夫妇在等待审判的两年中 经历了无数的煎熬 最终在法庭上被判无罪 法官指出 检方未能证明吉夫斯夫妇 有共同的动机谋杀安博 这让人不禁思考 安博的失踪背后 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真相 他的短暂生命充满了动荡和不幸 这让人心碎不已 总的来说 这一周的事件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家庭暴力 经济波动和未解的失踪案件 无意不再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和多变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不再孤单 也希望每一个投资者能在风云变换的市场中 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无论是生活还是投资 都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灵活应对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